各位朋友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說了好幾集 關於退休三保 特別是年金 另外有安勞案揭 保單易案揭 以及一個很重要的政府福利 就是長者生活津貼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個案 假設有一位男士 單身的 已經65歲 有一個供滿了自住物業 市值400萬 本身有現金140萬 還有一份供滿了儲蓄人壽保險 100萬的保額 究竟他可以怎樣安排退休呢 第一是他可以投資香港的年金計劃 因為這個好處是每個月 有一個 保證的收入 去到 死為止 終生 命越長 獲得的錢越高 以及 政府年金計劃 可以配合申請長者津貼 是不計算資產入面 當然入息是計算 所以 如果他本身有100萬 他就可以首先申請年金 每個月有6,235元 然後再申請 政府的長者津貼 資產 個人來說 不能超過40萬 所以如果他有140萬 他做了年金 他的資產 就會扣了100萬 不計算 以及自住物業 不計算 所以他申請了長者津貼後 每個月可以得到4,195元 其實這兩筆錢 加起來也有1萬元 這兩筆錢 還有40萬 可以放在銀行 如果 銀行假設有 3厘的定期 當然現在高一點 但未來有機會低一點 有40萬的現金 可以考慮選擇 用30萬做定期 三個月也好 半年也好 不斷做 假設每年有3%回報 每個月都有750元 而剩下10萬元 在銀行 應急支援 擺活期 每個月 有11,180元的收入 這是一個 很基本的 有家屋住 得到這些 津貼 而當中 政府津貼 和年金的 是取得終身的 定期有時高有時低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 定期低一點 可以考慮 不要做甚麼投資 可能有些甚麼銀色債券 有4厘多的 就立即去投資 如果你擺30多萬 很多時候都會抽得多 你擺太多 抽不到甚麼 可以有空捕捉這些機會 不過 總之 花了些錢 總之 不要剩下的現金 超過40萬 就可以了 其實10,000多元 都應該很容易洗得完 如果 我想 洗得舒服 洗得多一點 可能10,000元 都是基本的 衣食住行 你說 10,000元 一天 300多元 350元 我分三餐 每餐限百多元 當然 基本應付到 但如果 又要去看醫生 或有空 有個人的 嗜好 跟朋友出去玩 有時間 去旅行 近一點 去大陸 遠一點 可能去台灣 泰國 很少去日本 都要多個錢 旁身 對不對 說真的 年紀大看醫生 都要花很多錢 你都要繼續買醫療保險 一萬元 其實都是 少少慢慢緊 如果 生活得好一點 我們有 舒適版 這個舒適版 除了有剛才我們所說的 年金 政府津貼 30萬做定期 剩下10萬做銀行印金之外 可以考慮申請 安勞按揭 把400萬層樓 按給安勞按揭的計劃 按揭證券公司 政府旗下的機構 即是繞年金 公司 如果以終身來說 假設400萬 每個月可以得到10480 多提10萬收入 一層樓可以繼續住 將來 百年歸老時 如果扣了所有費用 貸款 有錢 就給回家人 另外 本身因為 這位男士 有一份 供完的儲存人物保險 亦可以按揭證券公司 做個補單亦按揭 終身每個月可以得到1617元 如果這樣算 最後 加了那麼多東西 每個月可以得到23277元 當然銀行定期 有時高有時低 那裏有750元 這裏差不多有 二萬 二千多元 是終身有得取的 有些是政府的福利 大部分都是叫政府福利 但你本身是有些財產拿出來 給政府安排 所以 這個 就是一個比較舒適的模式 但是 核心點 重點是 你不要花太多錢 因為你花太多錢 你的銀行存款就會增加 如果超過40萬 政府是有權 將來不再繼續派錢給你 當然他多久 會審核一次 這個要再找資料 但起碼 一年兩年左右 所以 定期盡量不要超過這個數 盡量不要超過這個數 大家想辦法 當然 在這個 長者生活津貼 裏面也有幾樣東西 你放進去 是不當資產的 第一 應該有四樣東西 自住的物業 當然 已經有物業 沒理由自己再多一層 這個不可能 第二 第二 就是 自用的車位 假設你本身是低層樓 但你有車牌 你有駕車的價錢 但你可能沒有自己的車位 一直租人 可以考慮將有剩的錢 投資車位 這是一個想法 當然 你用剩多少 可能用剩多少 就未必買到 第二 就是 你可以 去 買一個骨灰鎮 或者供一個骨灰鎮 但我從來沒有試過去買骨灰鎮 因為我信教 可能 盡量撞在 教會那些墓地 或者是 華人 永遠墳場 但如果大家需要將來為到後市 買骨灰鎮 可以將 用剩的錢 去到 購買骨灰鎮 我不知道多少錢 看看有沒有月供 這是另一個可以的選擇 第三 就是把用剩的錢 買一份儲蓄的保險 最好的就是 一筆蓋 或者 很短年期 一兩年 好處是 雖然 沒有回報 一兩 頭幾年都沒有回報 當起碼不淺 你不會先洗 香了的時候 例如 你剩下了五萬元 你剩下了十萬元港幣 在戶口 超出了四十萬 你買一份一筆過的 儲蓄的保險 可能沒有保障成份 好處就是 當在生的時候 我當你不會先拿 但是 死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 不用 不用用遺囑 那筆錢可以給你 假設家人 受益人 什麼都好 這個起碼是幫你 有財產留下 或者 我都沒有人沒有物 當然你可以洗光 如果真的有一點錢剩 這個可以是其中一個想法 將來真的 突然間 洗一筆錢 可能看醫生 有些生活的需要 你到時退了補 通常 你一筆個放進去 放四五年 都叫做回本 沒有什麼回報 那些儲蓄保險 但是 放四五年 你都拿回本 你再放進去 他就可能給三利息 四利息 但起碼 你不會先浪費 或者將來可以留給後人 當然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你是選擇豪華版 就沒有那麼節省 你都用了那兩萬多元 盡量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多了的錢 剛才是買一元 現在兩萬三元 都可以 買好一點 保險 如果老人家買保險 其實都很貴 一些漂亮一點的高端醫療 可能都動載幾萬元 三四萬 兩三萬 大家可以選擇一些高端醫療 墊底高一點 或者 可能 老人家最擔心 患癌症 買個癌症 專門是癌症的保障 他就比你 買一個很高端的醫療 或者 一些很高額的醫療 保費會便宜 你最擔心患癌症 花一百幾十萬 你都麻煩了 當然在年金 都可以 拿出來 但問題是 拿一些錢出來 或者 借了一些錢出來 在安老案子 借了錢出來 將來都要還 始終 有一天 死亡 所以 錢多的時候 做好醫療保險 都很重要 你可能洗不完 你就當作買保險 將來始終有一次大病 你不用 影響到你平日的運作生活 對不對 這個都重要 另外 多錢 用不洗 不就捐了 都是另一個模式 所以盡量 保持 不會超過 戶口 過四十萬 因為 本身 這個 入息的 上限 可能是一萬元 鬆一點 但是 將不錢放在安老案件 和保單易案件 出來的收益 是不計落每月收益 是年金計的 所以 如果我們現在 就這樣看 這裏的收益 只有年金 6、2、3、5 是計落 收益 或者 定期收益 但定期很少 這裏是七千多元 計落收益 距離一萬元左右 上限 還有一個距離 因為 安老案件 和保單易案件 都不計算 可以大家重溫我之前的影片 所以這裏是一個比較舒適的版本 就是一個六十歲的單身人士 拿著層供滿的樓 400萬 現在手頭有百多萬的現金 這個狀況多不多 在香港是不少的 可能有一層小小的樓 六十多歲 當然有些人擔心 可能女士有機會多些 另一類型 可能配偶是早點離世 或是有伴侶 但未必結婚 或是大家分開住 也未頂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狀況都有 當然 兩夫婦一起供完層樓 這些情況應該會多些 但資產的 限額和這個也有不同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用單身人士來說 比較簡單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將來有些特別的個案 可以再和大家分享 大家本身 都有一些這方面的問題 或者 都可以 大家說回你們的情況 說回你們的情況 或者有些特別的家人 或者身邊有些人 都遇到一些退休安排的問題 或者可能我現在拿著這樣的東西 我退休的時候怎樣安排 都可以留言 或者email給我 我都希望在節目上 大家一起共同分享 還有可能有些 有些資訊 有些好處 做事 是我們不知道的 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互相 在這個理財 或者退休的 生活上 都可以得到更加多的 資源 亦都可以更加多 福利 多些的 智慧 讓我們過一個更加好的 退休生活 這個都是 我這個頻道 黃老師知識天地 其中一個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互相幫助的 一個地方 一個目的 今天 節目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subscribe share like 和comment 多謝各位